誒 富貴腳燈塔 得到它了 這個步道呢 從遊客中心到那個神社呢 它標示是500公尺 但都是階梯 要一直往上 以前有來過一次 好幾年前了吧 大概七八年前 那時候有在金瓜石玩了一下子 然後有人呢 就是 要看這個黃金神社 到最後看到只有幾根柱子 還發火這樣子 你看我現在只走了 大概 50公尺吧 背那個很重的相機啊什麼的 真的是有點背 好啦就當作是 但是 未來有機會登山的話呢 先練習一下 是這樣子嗎 可是我怕高耶 那反正呢 就還是去這個黃金神社 它其實那個本店都已經剩下廢墟了啦 但是還保留一兩個鳥居 所以 還是必須 還是必須 好累 去跟它合照 好 因為路途 好像還有點遙遠 所以暫時先這樣 待會在快到的時候再繼續錄 這是 欸 第幾天了 欸 花蓮依然 來看 嬌西 今天是第七天 第七天的早上 大家早 好的 來到了這個第一座鳥居 再往上呢 就是 還有一段路 JTA還蠻長的 嗯 現在這個 景色呢還不錯 現在天氣還OK 好啦 繼續啦 金瓜石黃金神社的最高點 那我後面這邊呢 就是 它那個遺址 就是有幾根柱子這樣子 對 然後 從最下面上來的話呢 要經過兩個鳥區 就會到這邊來 那我現在所在的地方 旁邊呢 有一個大大的坑洞 嘿 應該也是之前 就是 舊建築吧 對 神社一些建築的遺跡這樣 對 它就維持著一個 廢墟的狀態 沒有做任何的復原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因為是 金瓜石這邊 蠻高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遠方的風景還蠻漂亮的 然後風也很涼 如果你對拍照啊 或者是對這種遺跡比較沒有興趣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特別上來 因為路程稍微累一些些啦 就是要一直趴時間上來 OK 那就這樣子囉 現在來到了 基隆的 阿根納造船廠遺跡 以前看到網路上 就是有人在那邊拍照 就覺得 哇這個地方實在是很酷 所以環島就剛好 會經過基隆 就來這個點 朝聖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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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 這邊呢就是阿根那造船廠旁邊的一個小小的港口 然後它對面有一些彩色的房子還蠻漂亮的 很多人在這邊拍照 如果有來這個地方就可以順便來這邊走走 沿著這條步道走走走走 就是在那一棵氣象山的後面呢 就是富貴腳燈塔 那完成這次富貴腳燈塔的話呢 我的試機點就結束了 四個燈塔都走完了 好 那就一路往前囉 老梅沙灘 現在天氣超舒服 就有一點點陽光然後加上海風 但是聽說今天晚上開始就要變天了 有颱風要來 怎麼那麼衰 經過屏東那一帶的時候說什麼低氣壓行程 然後整個南部都一直下雨 反正想說到北部還好 結果又有什麼颱風要來 這一次的環島真的是問題多多 我現在到了富貴腳燈塔的裡面 很舒服 現在是四五點 最舒服的時候剛好還變得 陽光也很漂亮 好啦 感覺跑完四幾點之後呢 旅程也快要進入到尾聲了 剩下 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然後就回到台中 我覺得自己出來旅行的感覺真的還滿不錯的 就是可以照著自己想要的進度啊 或是想要去的景點什麼自己去安排 不用太考慮別人這樣 當然跟別人一起旅遊也是不錯啦 就是各有各的好處這樣 這應該算是我第一次獨旅吧 就是第一次就是自己跑出門 然後玩了好幾天好幾天這樣子 我覺得很享受 富貴腳燈塔 得到它了 現在在拍攝不知名的海岸的 火燒雲 天空很美 但是人很暗 等我照片 等我照片